老美高官终于承认围堵失败 主动喊话寻求与中国合作 来化解老美自身危机 为什么老美太多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呢 点个赞我来告诉你 众所周知 老美这两年一直在联合英、澳、印、日等多国 对中国进行疯狂的围堵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还是取得了一个使人的数据 1到5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利润总额 34,247.4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83.4% 在美、英、印、日等陷入疫情危机之中 难以自拔的情况下 我们能取得这么使人的数据 确实是正分人心的 当前印度疫情危机还没有结束 英国疫情再次反弹 以色列也再次爆发 日本等国也是形势严峻 美国更是陷入到了多重危机之中 中国可以说是成为了世界困境之中的 一个炼力色彩 在中国的使人数据面前 老美高官也开始改变先前的傲慢态度了 在6月27号 美财政部长就公开表示 美国应该放弃全面对抗中国的政策 因为以目前的形势看 围堵中国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根本挡不住中国的发展 老美方面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在对抗中国的过程中 失去了很多潜在合作的机会 预估直接损失金额超过了1000亿元 工作岗位也损失了只是万个 老美的其他官员也指出 全面对抗中国的政策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 让美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国家之后 老美也开始改变了先前 疫情前任的策略 主动两次通话 示好中国希望合作了 想通过积极的与中国合作 从而获取中国出手帮助 化解美国当前严重的恶性通胀和债务危机 不过呢 老美此时低头示好 并不代表它是真心悔改和好 只不过呢 又想让中国在2008年那样 帮助它化解疫情后时代 印钞大放水带来的危机 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不能随意出手 好了 关注一个投资 一路高个